朋友们,今天我想给你介绍一幅充满故事的画 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 叫做夏洛特蒂怀尔·德尼尔斯肖像 在开始讲故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幅画画得好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幅画 画面中心坐着一个少女,她腿上架着一块画板 因为是坐在一个背光的位置 所以她的头发、手臂和裙子的边缘都包裹上了一圈光芒 在深色墙壁的衬托下,就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 少女穿着一条18世纪最时髦的裙子 这种将腰带系在胸部下方来凸显下半身比例的打扮 据说是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行起的 而粉红色的腰带也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颜色 接着我们往她背后的那串仓户看 有一块玻璃碎了 透过这块碎玻璃可以看到对面护栏旁站着一对男女 那整幅画面最吸引我的还是少女的眼神 我确实总是会被这类盯着观众看的眼神吸引 就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死的 好了,那现在看完了 我再问你一遍你觉得这幅画画的好吗 或许你已经有结论了或许还有些吃不准想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专家的解读正是这幅画最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他在专家的眼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1922年美国的大都会画了200刀买下这幅画时 这幅画署名是大卫 就是那个画拿破仑加冕和马拉之死的大卫 当时的一平家认为这幅画绝了 因为擅长宏大叙事的大卫居然还能hold住这种小情形 但是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这幅画好像不是大卫画 因为这幅画曾经入选过1801年的官方艺术沙龙 而那年的大卫正好因为犯了政治错误 被官方封杀了 那么这幅画究竟是谁画的呢 经过一系列的考证 各种证据指向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性画家 丹尼斯维莱 这个结论一出来 专家们也不要面子了 对这幅画的评价一下子产生了180度的大反转 感觉哪哪都看不顺眼 然后再后来 随着女权意识的逐渐高涨 不少女性一评价又将这幅画推向了神坛 说从这个少女的眼神中看到了坚毅和不服输 他们甚至将它奉为了18世纪的莫娜丽莎 想想也蛮有意思的 画一直没变过 但对她的评论却一直在反转 也不知道你对这幅画的感想如何 我想聊聊我的感受 当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 其实是在借用画家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一件艺术品的优劣和画家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 看到同一件事物的角度确实有可能不同 这幅画的视觉中心自然是这个少女 但更容易引起注意的其实是她背后的这扇窗户 这扇窗的玻璃为什么是碎的 或许她本来就是碎的 但作为观赏者总希望她有什么深意 我们透过这扇窗户的景色可以推断出这幅画的取景地应该是在卢浮宫的某一个房间里 而窗外那对男女应该站在塞纳河对岸 18世纪卢浮宫沿河的这排房子是住人的 主要是租给青年艺术家和美院的学生 这么说起来 这个画家维莱和画中的这位模特德尼尔斯 很有可能就是美术学院的学生 而他们在美术学院的宿舍里完成了这件作品 虽然18世纪的女性逐渐可以开始像男人一样读书学画 但是当时社会依然无法完全接受职业女性的存在 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比起有一技之长的职业女性 她们更需要能够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 因此大部分在年轻时从事绘画职业的女性 通常会在婚后选择放弃影响回归家庭 那么当知道这个背景以后 再来看这扇破碎的玻璃窗 似乎就真的有点含义了 这个穿着时髦的少女 或许也曾经试图打破这种对女性隐形的枷锁 而窗外那对男女 或许画的就是未来的自己 那此刻在看少女的眼神 似乎可以从中感受到那种无可奈何 因此也不能怪那些逸品家出尔翻尔 会影响一幅画感受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创作背景周遭环境 甚至观赏者本人的经历 都有可能制造截然不同的体验 而这恰恰也正是艺术最有意思的地方 不是吗 好了 我是小顾 这是一日一画的第三季 这幅画叫做夏洛特德怀尔 这幅画呢叫做夏洛特地怀尔德尼尔斯肖像 好了 拜拜